甚至还可以要求退货的 我这个人做事情 就是这么光明磊落 不像有些人 还小偷小摸 你在哪儿说什么呢 现在 你现在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石一干的 我也没有确切地说 就是他干的呀 但是事实证明 现在就是他的嫌疑最大 侯爵哥哥 你不能让这样的人 再留在你身边了 我会担心的 我留不留 不是你说的算好吗 你要相信我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你要继续留他在你身边 甚至可能还会有危险的 那闭嘴吧 石一 你先 你先 你先开车 先乘车 来 你过来 你干吗 你干吗这么重拉我 你为了一个女保镖 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觉得合适吗 完了 我告诉你啊 我本来想回头跟你说的 但是你现在逼着我说 我问你 这是不是你故意陷害石一的 先来根本没丢吧 丢了 我没有 我 行 我也知道你不会承认 我也不希望听到你承认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每一句话 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状态 我都非常怀疑你 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 我现在是受害者 丢项链的是我 那条项链对我意义有多重大 你不是不知道 要是别的东西就算了 但是 但是那条项链 我一定跟他死磕到底 你跟他磕什么呀 和觉哥哥 我知道你心软 所以我才会打电话 去投诉他的 反正你一定不可以 姑息养间 你懂什么 他还在背后帮你说话 看到你还说你不容易 说你很辛苦 你现在凭什么这么投诉他 你太奇怪了 你难道不应该是问我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吗 我跟你说不清楚了 怎么说不清楚了 现在你不应该是安慰我的吗 侯爵 你给我去你们公司 我是跟你们赵总说清楚 方璐他没有资格的 没有权利去投诉你 你是我的保镖 他怎么投诉你呢 我们公司有规定 执行任务当中 不能有任何瑕疵 什么规定 这是什么呀 一旦有 马上召回 等待调查 不是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事没告诉我 对不起 你们私人的生活 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有争疑 怎么回事 без启 Пот